台东城宫镇一名66岁灵性男子 20号晚间身穿潜水装备 独自前往鸡灰鱼捕鱼 但直到深夜人都没有返家 灵性男子的妻子交集报案失踪 经过消防队以及海巡人员扩大搜寻 26号清晨6点49分 在港区前方约150公尺水面下 发现已经溺毙的灵性男子 消防救援艇行驶到港区离岸150公尺的海面 海巡搜救队员潜到海面下 将溺毙男子的遗体打捞上岸 民众包吻位于成功镇机会博地 一名男性民众已是潜水捕鱼失踪 这起溺毙意外就发生在25号晚间 台东成功镇一名66岁的灵性男子 独自前往鸡灰鱼港潜水捕鱼 一直到了深夜人都没有回家 孔幸妻子心慌到鱼港找人 却只看见丈夫的机车 和遗留在岸边的水深物品 赶紧报案求救 经过一夜的搜寻 还是找不到失踪男子 台东消防特搜分队 与海巡人员26号清晨6点多 再次出勤扩大搜寻 直到上午6点49分 才在离岸不远处发现灵性男子下落 但人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成了一具冰冷遗体 经过家属确认身份 后续由海巡第一三岸巡队办理香宴 也呼吁民众从事潜水活动时 应有人员陪同 切勿独自潜水 以维护自身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